5月巴尼是一部由著名导演伍迪亚艾伦指导的浪漫喜剧片 剧情发生在浪漫之都巴黎 故事的主人公吉尔是一位年轻的作家 他对巴尼这座城市和文学艺术有着极度的热爱和向往 在一个神秘的时空旅行中 吉尔奇妙地穿越到了1920年代的巴黎 开始了他的冒险之旅 在这趟时光之旅中 吉尔与许多著名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家相遇 如海明威、法兰西斯·史考特·费兹·杰拉德 萨尔瓦多阿达利等等 他与这些大师们共同探讨艺术和人生的意义 这使得吉尔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提高 也逐渐一直到了自己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影片通过幽默风趣的对话和场景 描绘了巴黎的浪漫氛围和充满艺术气息的街区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巴黎的街头小巷中 吉尔与不同年代的人物互动 从而使得观众在时空之间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旅行 整部电影充满了梦幻般的场景和浪漫的情节 表达出对艺术的向往和对人生的热爱 这部电影不仅让人对巴黎这座城市产生了更深的了解 更让人感受到了人文情怀和艺术气息 是一部让人愉悦和感动的佳作